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窝囊的一场战役 中共方面的统计徐邦会战 国民党的军队被歼灭总计有55万5千人 并且有160名的将领阵亡或者遭到俘虏 共军伤亡13万6千人 馆长级以上49人 是战争史上排得上前几名的伤亡记录 我也有人认为共军的伤亡人数应该不止于此 在黄柏涛阵亡之后 共军的策略转变为包围杜玉明兵团 牵制比延年兵团歼灭灭黄伟兵团 这个蒋介石最引以为傲的黄伟机械化兵团 首当其冲 黄伟兵团虽然有抗日时 明镇中国的18军委主力 后来还有辅将胡连加入驻阵 但最终仍然是遭到共军的歼灭 而胜败的关键 竟然是国民党的一个叛将 他叫做廖云正 1948年11月22号 困手碾桩的黄柏涛将军自杀殉果 黄柏涛在死前仍然想不透 为什么李弥邱清泉的援军尽在咫尺 却没有及时赶到 毛泽东第一阶段的重心 就是要先消灭黄柏涛的部队 然后黄柏涛还在战前 在11月6号还打个电报给蒋介石 说我一定不会辜负委员长的使命 黄柏涛在受伤的时候 自己举起手枪制裁 然后共军发现的时候 他的口袋里面还放着蒋介石的亲笔痰 上面写四个大字 故守待元 蒋介石在举到大陆之前 一直不知道太子国民党军的 包括黄柏涛 邱清泉以及张领虎 三大战将的主要凶手 其实就潜伏在他们身边 前几年到参谋总裁下面 早在吃早留肺 早在停转过去玩 这么多年的肺炎 邱清泉的王八道是 十分的时候 跌倒过往路 我还不相信你 所以现在徐宗伟在聚焦办的律师 最厉害最厉害的一次 杜立民主主的建议 他觉得说国防部里面有内奸 所以他那个建议是非常秘密的 直接跟蒋公面貌说 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妥当 那他也希望说这件事 不要给人家知道比较好 就是他要从徐州开始撤退 可是从徐州开始撤退的时候 几乎大家都知道 前线将领不断检举国防部有回忆 但蒋介石压根不相信 据传杜立民曾经向蒋介石说 郭辱怀清廉的不可思议 一不好色 二不贪财 连家里头的沙发都打不定 完全不像是我们的将领作风 蒋介石反而把杜立民给臭骂了一顿 难道堂堂政府官员 要到处去捞银子 才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 杜立民眼见检举无效 而徐州脚匪总司令刘志又是个庸才 他只好抱着复刑场的心情上了电场 蒋介石发表刘志为徐州脚匪总司令 当时的南京的官场就一片的哗然 认为说徐州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 你应该派一个虎将来防守 其实没有老虎至少也要派一只狗来防守 但是竟然派一只猪 这个人是一天到晚睡 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11月23号 共产党歼灭黄百涛的兵盘之后 立刻回失包围位在徐邦战场 南方的黄维兵盘 黄维当时还不知道黄百涛已经阵亡 蒋介石连下十道的惊盘 要黄维全力改往眼庄 以解黄百涛之位 没想到却被共军困在双飞机 这个小村庄 这十二万的大军 似乎又要传言黄百涛兵盘的悲剧 这个部队原本是胡连的部队 胡连本身他已经被调走 不在这个军团里面 然后黄维是空降的一个降临 所以这些干部没有人理他 也没有人听话 本来他们并不会进入到 后来被包围的这个地方 他们应该有他们的参谋长提出 要在这个蒙城 去做一个公式性的防御 先试探了解说中共到底要往来的方向 再决定做后面的战略 他觉得这样是比较稳当的 那黄维就不听他的 后来这个参谋长 一气之下也就不干了 他就走了 黄白桃兵团被歼免 黄维兵团被委会 徐州震落 杜玉明准备撤守徐州司令部 这时候南京的报纸 还是连日国民党打胜 共产党狼狈逃窜的消息 11月25号 竟然还有政府官员带着大股的记者 组团浩浩荡荡的到徐州去落军 刘志这个总司令竟然以为说共产党已经破败离开了 所以非常的大肆的庆祝 整个徐州的街头巷尾都贴满了标语 而且大家大放鞭炮 然后他还把这个徐州大捷的通电给全国各地 说我们徐州大捷 蒋介石高兴的不得了 喜不自胜 然后请张道凡任团长 组织了一个慰绕团直接到徐州来落军 然后到了第三天 奇怪 有一个眼尖的记者说 徐州大捷 为什么没有看到黄百涛呢 然后杜一鸣就讲说 黄百涛 他回家休息去了 所以不在啊 那个记者还是一点都不以置信的样子 结果隔天早上 杜一鸣就从小巷子绕过来 到慰绕团下他的房间 轻声地跟张道丸讲说 徐州守不住 你们要赶快离开 张道丸面如死灰 下得没办法 皇位所带领的十二兵团是蒋介石最骄傲的全美式机械化兵团 尤其这个兵团的主力是八军 在城城和湖联的训练之下战功标比 许多军校的毕业生宁可到是八军去当排长 也不愿意到一般的部队当连长 如今整个皇位兵团被三十万的故军团团包围 18军捕落平洋战力完全无法发挥 他们后来把这个车辆都排成一排一排 当作豪钩的人豪钩来用 只要叫做什么车辆包围 其实就是没办法已经被包围 只好拿那个当作挡箭牌 挡一下别人的炮火 明了被直接命中 所以是在一个很惨的情况下被包围 后来又被歼灭这样子 这个地形地物地貌 勾举非常的多 而且地面起伏很大 所以机械化部队在那里伸展不得 好像整个战车陷在泥脑里面 结果就被团团围住 11月26号开门总场雇助团 要求皇伟要杀出一条血路 以李延年的兵团会议师 这时候110市的市长廖运舟自动请因 要带头做冲锋杀出重围 皇伟感激涕领 却没想到廖运中 他也是个潜伏的大狂兵 皇伟兵团的最后一线 希望就会在他的手里 他是一个大兵团 他不是像我们想说 反正他会跑了 我们继续守就好 不是这样子 他跑了之后整个 你本来要攻势 你可能很多东西都开始烧掉丢掉 因为你准备要攻击了 你把一些不用的东西都丢了 他跑了 结果你要防守之后 那些可能要活命的东西 已经刚刚被你烧光了 所以他等于经过这样子玩了 那个被围困的态势 更没办法解除 两军交战 皇伟兵团冲锋队竟然投敌 后方掩护的部队紧急撤离 整个军团信心崩溃 共军趁势而入 皇伟兵团伤亡惨重 固守的阵地也越缩越小 共军讽刺他说 皇伟本来是一个县长 后来打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整个战军越来越缩小 变成一个区长 到区长后来 共军重重包围以后 连一个村长的管辖面积都没有了 12月7号中央日报 刊出了黄柏桃自杀迅果的消息 大量的简报传单 空投到了皇帷的阵地 官兵们看了之后 战斗力旨汇散 不少部队连夜投共 即使愿意打到一兵一组的主力十八军 也几乎弹尽圆绝了 此时的大王庄 八个小时之内 双方共伤亡四千余人 平均每小时 有五百人倒在血泊之中 蒋介石眼看情况不对 赶紧派了儿子蒋伟国 率领了装甲部队 进到了棒部地区 会同李延年救援皇帷兵团 同时赶快击掉胡连回来 将他空投进十棒战场 但已难晚颓势 因为他让下面人觉得说 好像没什么希望 我跟着这个长官 他好像干的都是错的事 然后我还要闷着头 跟他往前走这样子 所以当时胡连来的时候 下面人欢真雷动 就跟他形成一个蛮强烈的对比 那胡连来的时候 其实又已经开始被包围了 所以胡连就算是有再大的本领 他也很难扭转那整个态势 12月15号 黄伟和胡连决定集中剩余的火力 拼尽了最后的力气 而做最后的诸位 黑夜之中 两人在一个路口分散了 黄伟以为自己跑出了四十多公里 实际上是在原地转圈 最后在距双堆积两三公里的地方 他的坦克发生故障 黄伟被中野六宗一位教导员抓获 因为当时很乱嘛 大家就是化妆成这个 都装作自己 当然不肯说我是黄伟 都装作自己是比较低阶的军官 然后看不会溜出去 那黄伟呢 我记得他之所以被 等于是被认出来 其实就是说他 好像去上厕所的时候 他有一把这个卫生纸 那那个年代的中国 谁有用得起卫生纸 他一拿这个出来之后 那旁边看到的这个冻军人 他当然就知道说 这绝对是一尾大人 在压往后方的路上 杨伯涛惊讶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他以前经过时门不紧闭 死寂无人的村镇 现在却是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 更让他奇怪的是 看到了一辆辆满载靠劳解放军 猪肉的大车 而他前不久经过这里时 却连一所猪毛都没见过 蒋伟国和李延年 获之皇军兵团遭了歼灭之后 下令急行军 一夜之间往南撤兵白领 而胡连突围成功 为国民党军留下了一张最后的王牌 十个月之后 独立将军在古林头 给予来犯的共军迎头套击 古林头大姐保住了金门和台湾 成为往后国民党的复兴基地 十棒会战在黄柏涛兵团 黄伟兵团陆续遭了歼灭之后 战场上国军只剩下最后的主力 也就是副总司令杜玉明 所率领的二十万大军 如果这支主力部队 能够顺利地撤离十棒战场 也许大陆不会那么快就远现 但问题是十棒会战 对国民党来说 根本就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 南京政府和国民党的将领 早就充斥了共军 连国防部的作战势力头 和蒋介石一块拟定 作战计划的高阶将领 都是毛泽东派来握的 蒋介石手上的牌要怎么打 毛泽东他老早就摸的一清二楚 在1948年中国大陆 国民党裁军政策失大 精改失败 民怨四起 在徐放战场上 连老天爷都要跟国民党来作对 天降大雪 弹尽圆绝 二十万遭了包围的国军 几乎恶到要人吃人的地固 凌晨三点十四分 邱清权将军的一声枪响 似乎也预告了蒋介石他的政权 即将要正式终结了 1948年11月22号 黄柏涛兵团遭了歼灭之后 徐州岌岌可危 杜玉明向蒋介石冲爆 大军必须要向南撤退到永城 以保存最后的决战实力 蒋介石无奈同意 11月30号扶晓 杜玉明的二十万大军 开始撤离徐州城 很多百姓也跟着国军大撤退 长长的队伍沿着铁路南下 形成了明显的目标 从徐州开始撤退的路上 其实是非常的狭窄 他没办法同时容纳这么多 包括民众 包括军队 要一起往南边去撤 所以就变得非常的乱 他整个非常地没有秩序 那在这个很明秩序的时候 其实主要的国军的将领 他们的内心也是很悲观的 因为他们也看到这场仗 自己能够活命就不错了 不要说打胜仗了 这时候杜玉明还有三支主力部队 分别是李明的十三兵团 邱清泉的第二兵团 还有孙元良的十六兵团 其中又以蒋介石的爱将邱清泉 他的名声最为想念 他作战英勇 毫无疑问 因为他脸上有一个伤疤 就是去指挥的时候 然后翻车 就是等于是因公受伤这样子 那他每次作战也是身先士卒 所以他就成为中共心目中 很讨厌的一个人 特别是邱清泉 他比较不听指挥 就是国防部讲什么 他常常是反其道而行 因为他第一个 他当然认定说 国防部可能有一些匪谍 第二个他当然是 自己也是很自负 他也觉得自己的指挥上的才能 绝对不比这些人差 所以他常常不按到命令行事 那反而就让中共觉得很困扰 12月3号 政党大军快撤退到永城时 杜玉明又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 命令他停止撤退 并且集中兵力 先解皇为兵团之围 杜玉明新知国防部有间谍 此事刚好是中了敌人的圈套 凶多吉少 但蒋介石电报极极如律令 让他烦恼的不知如何是好 事实上这个电报是满天飞 大家都接到很多电报 大家也拍发出去很多电报 但是听谁的呢 好像没个准 因为听蒋公的嘛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 百分之来执行 但是不听他的 他又发了电报来骂你一下 那你要听他之后呢 国防部来的电文 可能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样这几个大兵团 他们光是在讨论 就错失掉很多良机 12月4号杜玉明终究是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 大军开始转向 向黄围兵环被包围的双堆极前进 没想到才一天的时间耽搁 杜玉明20万大军 已经被共军团团围困在陈宽庄了 杜玉明也是一个两难 该去救呢 还是不要去救呢 那偏偏他也拿不定主意 他可能找人家来讨论 讨论一下这边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也没办法 然后又解散 所以就像后来 孙元良他就自己突围了 他的军团在前面 忽然杜玉明奉到指示说 不要再突围了 在原地 他已经突围出去了 既然我的命令是突围 我就拼命突围 突围就是要突出去 切出去 最后他仅以生免只有几百个人 石邦会战 中国方面称为淮海战役 是国共决定性的一场战役 共军刘伯承 复运陈毅等名将 对上了国军杜玉明 黄维秋青选 为了集中火力 尽快地解决黄维兵团 共军对杜玉明的二十万大军 采取了为而不战的策略 在那段日子里 这只近二十万大军中的每一个人 都切身感受到了 另一个无形的敌人 饥饿 包围圈内国民党军的粮食弹药 只能依靠空头补给 即使每天喝粥 也得至少十万斤粮食 天气似乎也在和蒋介石作对 从12月19日起 华中平原地区下起了少见的大雪 一直下了整整十天 所有的村民的鸡粮 他们囤积了一些粮食 九招全部都被部队 全部挖出来吃了 也没办法 然后后来连战马也杀来吃 也吃完了 然后草根 树皮 全部都挖来吃了 也没办法 后来连细在腰上面的皮带 也全部都煮来吃 在此时的战场上 馒头比炮弹有更大的威力 一碗热乎乎的大米饭 往往让战壕对面的 国民党官兵无法抗拒 不知是谁发明了 夜间拍着巴掌来投降的办法 于是每到夜晚 前沿阵地上 就会响起一片巴掌声 反正他就是想要引诱你过来 他就无所不用其机 他就是反正说 我们这边有饭吃 赶快过来 不要再撑了 赶快过来 那很多人当然是很 就没办法 他觉得吃都吃不饱 还打得赢仗 所以他就一个赢一个赢 或是一整连这样子就跑掉了 杜玉民的军团 整整被围困了一个月 淡尽圆绝 几乎到了人吃人的地步 此时共军却是好整饮匣 吃饱了喝足了 等着收拾饥饿的国民党军队 这一场仗的胜败 结果已可遇见 向蒋公请就援助 这个从飞机来空投嘛 问题气候恶劣啊 你飞机还没去投资 就摘掉了 好就等嘛 一等等了十天 大雪 又寒冷 又饥又寒 又是大雪 飞机没有办法飞 空投没有办法实施 断了空投的国民党军 彻底陷入了激寒交迫之中 担心我军趁势打过长江的蒋介石 他在给杜玉民的电报中说 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 好不容易 到了12月29号 真的 上帝真的 有听到蒋介石的祈祷 突然放晴了 然后空投的飞机 一步一步的 赶快飞过来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共军已经非常密集了 而且那时候都往天上打 所以这些飞机不敢低飞 飞得太高 然后这些粮食要投的地方都不准 都乱投 在这段时间 共军曾经给杜玉民发了招响书 但杜玉民拒绝投降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 三穷水尽的地步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 请直抵抗 本军可以保证你们包机将领 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 1949年1月6号 共军对杜玉民集团发动了总攻击 三天之后 杜玉民会不投军 1月9号当天入夜之后 杜玉民李民和邱青玄分别率领残兵突围 三个主将最后只有李民逃出了陈冠状 一贯傲视群雄的邱青拳终于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他带着卫士猛跑 腿有残疾的杜玉民跟不上 又觉得要跑出去就不能跟着大部队 两人转瞬间失去了联络 天亮之时他们很快就被解放军战士发现 杜玉民欲掏出手枪自杀被副官一把作下 在最后已经飞机也没办法下来的状况下 那他们就是最后 其实他们已经没有凉弹了 就在中共开始全面攻击的时候 他们就只好出去找梁百师 梁百师其实就是他们两个起家的部队 也是等于是他们最后的家 去找梁百师 电话也接不通了 那走到一半呢 已经四面是炮火了 真的是没希望了 被俘后 他自曝自己为军需官高文明 但手中的名牌金表和派克金笔却暴露身份 自知难免一死的杜玉民捡起砖头 把自己砸得头破血流 以致我军士兵不得不把他的手脚靠了起来 杜玉民被冲散了 邱清泉就已经在路边 他就自己朝自己开枪 然后叫自己的卫士帮自己补两枪 就希望自己阵亡之后 能够不要被中共找到 最好是能够让他死得痛快一点 也干净一点这样子 所以他的结局大概就是这样 那后来中共还是找到他的尸体 但是就说他是被中共击毙 甚至说他发疯乱跑什么 共军方面宣称邱清泉是陷入疯狂之后 被乱枪给打死 但是根据国史的记载 邱清泉和黄柏涛一样 都是以配枪自杀殉国 现今戏指国军公墓的邱清泉 唐棉处应该是衣冠种 一代名将因为共谍潜伏 致使国家领导人误判情势 而最后兵败殉国 令人不声唏嘘 而黎明逃出徐邦战场之后 率领了残余的部队往太北发展 后来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异域孤军 徐邦会战对很多现今人 健在的国军老兵来说 是很不忍心去回忆的一场战役 今年适逢徐邦会战60周年 我们借用屈原在国殇当中的这段处词 来向这些阵亡的国军将军致敬 生计死兮神以理 死魂破兮为鬼秀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我们翔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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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Tan 松 因为